离婚官司未了刻意柔又挨告热 一人刻意柔和老公国宗婚离婚诉讼还没结束,刻意柔又被日本眼埋色K品牌的台湾代理商亚马沙奇国际贸易公司控告,指他在2018年5月监道用该公司官网商品图片,在粉丝团贩售税货。 刻意柔道案便称是小编勿用并非冷意。 摄灵地结束认为马沙奇国际贸易公司无法证明拥有照片的专属授权,今将刻意柔留性小编辑,柔妈咪公司一并不起诉。 日本眼埋色K品牌的台湾代理商亚马沙奇国际贸易公司,去年曾透过周刊爆料指出,刻意柔2017年10月和他们合作,创下上百万销售佳机。 原本约定好2018年1月要再度合作,厂商特地从日本调来600万元的货量。 但2017年12月底,刻意柔发现厂商也找曾亚兰合作,让他大为光火,要求若要找他直播,必须撤下曾亚兰所有广告,经长时间协调。 刻意柔仍在直播前一周临时取消合作,让他们傻眼。 没想到2018年5月10日,刻意柔在他粉丝团贩售同厂牌的水货,就是去年底大卖的厨房用盘价。 切尽未经他们同意,就到用官网商品图片,亚马沙奇公司因此提告,柔妈咪公司刻意柔极小编侵害著作权。 刻意柔去年5月16日曾开直播道歉,强调卖的绝对不是水货,并解释,我觉得无用了就是不对,错的是我们社团,该跟这家公司说声抱歉。 刻意柔也向简紧辩称,照片是社团小编勿用,并非冷意。 虽然亚马沙奇有提出商品代理合约影本,当中也写有日本公司拥有的商品图片,也专属授权给台湾代理商。 但是林迪检署检察官认为,该合约使用文字揭示中文,明显有意。 矿切亚马沙奇告诉代理人又称代理合约是董事长在日本直接跟对方设厂签的,因此预令亚马沙奇提出合约经公证或验证的资料。 但亚马沙奇却回复该合约无需进行。 验证不愿再提出其他证明文件。 另外,该份中文合约签约日期记载2017年1月1日,而亚马沙奇公司软性代表人出入境资料,显示他当时人应该在国内,因此该份中文合约是真实,无法确认,因此不采信亚马沙奇公司自称拥有专属授权的说法,处分。 柔妈咪公司刻意柔极流信小编不起诉。